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一对在英国爱丁堡工作了一辈子的退休老夫妇 准备卖了房到西班牙去养老 英国四面浑海 气候潮湿 老人一会风时病 老人在西班牙看中了房子 两周内地区付款 就在爱丁堡的房屋中间 所挂了房子说是急买 一对中国年轻人正好刚在这个城市找了工作 孩子要上学 急着买房 看了中介挂出的房屋照片和价格 怦然心动 无论是地段还是房屋的品质 都是他们希望的那样 年轻人注意到了房屋极瘦的字样 就电话中介可以幽灰吗 老夫妇想着西班牙已经订好 并急着要付款的房屋 说是可以的 于是房价被砍了第一刀 年轻人觉得还是有戏 在签购房合同的前两天 突然说这个价格不能接受 不买了 除非价格上再降一个较大的幅度 没有想到老夫妇居然同意了 年轻人心中大喜过望 差不多白菜价买了壮好房子 可以拎包入住 搬家那天 很多朋友来帮忙 走进院中 玉草如烟 鲜花盛开 就像主人刚刚离开 推开房门 年轻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房子一尘不染 窗鸣寂静 桌子上有鲜花 花瓶压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非常欢迎 你们入住这座纪录的 我们几十年幸福生活的房子 希望你们接下来的生 活和我们一样幸福安康 走进厨房 打开冰箱 里面吃的喝的都有 冰箱贴也压着纸条 写着 冰箱里给你们准备了一周的食物 超时要开车出门左拐再左拐 大约有二十多分钟可以到达 年轻人开始发疯了 房子有这样卖的吗 再看电表箱上也有一字条 上面写着 我们已经给你们预留了至少一个月的电费 这个时间可以帮到你们办理相关更名手续 在英国 办理这类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年轻人彻底给蒙了 他站在那里不能动弹成人之美与衬人之威 锦上添花与落井下时 这些概念一时搅得他口袋目瞪 手足无措 这时的他 已经全然没有了乔迁之喜 不是每个人都崇高 愿你能与灵魂邂逅 以下经典好文 你可能会喜欢 点击蓝色字体即可进入文章 中国的有钱人究竟有多惨 不幸来看看 为了报酬两千年前的他发出了一道 国际追杀令底层的苦难 需要底层人承担外交官的儿子 当然是壮人阅读 是我们给你最好的陪伴 好文章 文章好 值得关注点击阅读全文 更多精彩 阅读全文 文章好文章好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